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Steven看樓團 越海灣今個月就開始收樓了 而租盤都開始陸續釋放出市場 今天就讓我帶大家看看 有什麼好的租盤給大家選擇 我們今天看的第一個單位是一座B單位 實用面積420呎 屬於一個兩房單位的間隔 入到門口 右手邊發展商已經設置了鞋櫃 亦有一個位置給大家擺放鎖匙和銀包 更加特別的是 已經安裝了一個無線電 方便大家出門前充電 我們看看左手邊 發展商安裝了一個電子鎖 將來就不需要帶鎖匙出街 我們走進來就是屬於一個飯廳位置 我的右手邊就是開放式廚房 廚房設備齊全 已經安裝好 洗衣機、微波爐和電子爐頭 電子爐頭有三個爐位 我們再看看這裡 比較特別是 牆身已經裝了一些架 方便大家放一些調味品 我的左手邊就是雪櫃位置 看完廚房之後 我們就看看客廳 客廳採用一個直廳設計 右手邊就放梳化 左手邊就可以放電視機 客廳旁邊就是露台位置 我們現在看看露台的景觀 露台的景觀是望向南浪海灣的位置 露台的左下角可以看到浴海灣的游泳池 正面就是望向南浪海灣和南浪海灣的會所 因為我們和對面的樓 也有一個相對的距離 所以就算看到也不會有局促的感覺 廁所在廚房對面 廁所採用了灰色和黑色雲石的設計 感覺非常時尚 廁所有很多的處立空間 特別在這裡 鏡櫃位背後有空間 再加上發展箱 在這裡建了一個板 是方便大家放牙膏、牙刷這些日用品 入到花沙位置 這裡也建了一個板 給大家放洗頭水和沐浴露 房間在單位的兩側 右手邊是主人房 我們先進來看看 進來大家都看到 單位主人房非常時尚 靠近窗邊就可以放床 我的右手邊位置 就可以放一個衣櫃 主人房對面是客房 客房也是非常時尚實用 相對主人房尺寸比較細小 近窗邊也可以放床的位置 左手邊發展箱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有一個凹位可以讓大家擺放雜物 和大家看完一個兩房單位 我們現在帶大家看看一個一房單位 是一個二座F室313呎的單位 走廊的右手邊就是廁所位置 和剛才差不多一樣 都是用一個黑色和灰色雲石的配搭 亦有鏡櫃有充足的儲物空間 唯獨是和剛才廁所不一樣 就是這裡的花刷位後面有一個凹位置 發展箱做了一個更多的空間讓大家擺放 我們再向前走到廚房位置 因為這是一房單位 和剛才兩房單位的擺放位置有點不同 第一件事 雪櫃位就是這裡 這個廁所比剛才會小一點 但其實所有的設備都是齊全的 包括洗衣機安裝座 微波爐 它的爐頭位都是用電子爐 只有兩個位置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單位的重點 大家看看我身後面 這個單位享有一個非常漂亮的海景 當然擺位都非常簡單 左手邊就擺梳化 大家可以一路坐梳化 一路看著海景 我右手邊就可以擺電視 來到露台的位置 跟剛才的單位有少少不同 是會偏長和窄 所以空了的空間 是可以方便大家去浪衫的 大家看到我後面的景觀 非常之開揚 我的左下角 就是那個余海灣的泳池 後面也看到很漂亮的海景 主人房就是位於單位的左手邊 大家看到了 發展商就做了一個凹位 是遇到大家去做一個可以上到頂的衣櫃 我們現在的右手邊 就是大家擺床的位置 跟廳一樣 主人房也可以享受到很漂亮的海景 我們今天要看的單位已經看完了 剛才兩個樓盤的資訊 就是放在下面description的兩條link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如果想查詢其他余海灣的租盤單位 歡迎大家可以找我們世紀21 天生事業的同事查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希望你可以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之後會帶給你們更多的樓市資訊 我們下次見 拜拜